媽媽希望你身體健康 趕快生個寶寶 給你當阿嬤 對 謝謝 幸福美滿 幸福美滿是媽媽的心 照顧自己 好 謝謝 謝謝 有權利呢還沒有 希望你兩位 活的幸福活的事在 好 要快樂 早生貴職 好 歡迎 今天的喜宴 我特別來參加 而且 也很恭喜你 這麼成功的一個宴會 那 也謝謝你 以前跟我合作的一些作品 希望 以後還有機會再 再一起來 做幾 影片那個 來發表 好 再見 謝謝 晚宜 今天是你重要的日子 那我認為 你的主管 很祝福你 能夠為你幸福美滿 就是這樣子 謝謝你 好幸福喔 祝晚宜跟福泰 百年好 晚宜謝謝你多年的照顧了 祝他祝你幸福快樂 祝他平安健康 謝謝 晚宜有一個美滿幸福的婚姻 謝謝 晚宜 恭喜你 一定要幸福喔 祝你跟宏泰可以幸福 可以嗎 晚宜 晚宜 祝你跟宏泰生一組 放球隊出來 恭喜喔 早生貴職喔 生越多越好喔 正常報國 謝謝 祝我愉快 晚宜 希望你未來的生活 可以永遠幸福快樂 好姐妹你要幸福喔 祝福田醫師的藝術更精湛 讓我的眼睛更美麗 因為我的眼睛是他弄成功的 媽咪要變電眼啦 我們更希望 那個 周醫師的藝術更進步 讓我變得更美麗 祝祝他們生意最美麗又可愛的 白白他們的小貓貓 那我們將會更美麗 終於等到你要結婚了 那在這裡先恭喜你啊 那當然希望你趕快來早晨貴職啊 改天帶你們家的小貓貓 來跟我們家的毛毛跟皮皮一起玩耍吧 大家幸福喔 欸 周小白哈囉 雖然其實我們平常在Facebook上都可以聊天什麼的 不過 難得有這個機會就是有些話想要跟你講 那 其實在大學的時候 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那 很難得就是 認識你啊 你 就是又美麗 然後又聰明又優秀 也非常的認真 那其實 在大學的時候 我覺得 嗯 你也教會很多東西 那非常感謝你 能夠跟你成為很好的朋友 那雖然現在 因為工作的關係 其實我們比較不常見面 不過我相信 嗯 就是憑著你的努力 你的聰明 一定 你的生活會越來越棒 越來越好 你也一定會往你 所希望的目標邁進 那 今天來參加你的婚禮非常開心 那 很高興你有一個很好的歸宿 那 我們就是 一起努力下去 好 阿姨 恭喜你喔 那 我們今天呢 憑著 很高興 大家一起來參加你的婚禮 才讓你這麼 幸福 快樂 我們都很高興 我們從現在呢 才祝福你呢 從沒有什麼愛河 白頭結了 那 我們現在每一個人 等我說一句 做了你的話 從功力開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終於是 恭喜你 讓我幸福喔 那 趕快生個小爸爸 那 大家一起來 給我小爸爸一起玩 哈哈 這一位 OK 那 我們 我們大頭一起祝福 你 幸福快樂 還要你找彩虹幾年前就放帶了 哈哈哈哈 那 那 我們 幸福快樂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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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晚宜恭喜你今天結婚喔 那 很高興認識你這個朋友啊 那 之後 有什麼問題還是要 問你的地方 去不吝止叫喔 那最後 就 早生貴職了喔 早生貴職喔 親愛的晚宜 很高興 你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然後呢 這個世界是一個大型的 在裡面超新的 然後最後呢 我們要大聲的祝您 早上櫃子 祝宗愛儀 跟他老公有慾愛和 王秋打很好 恭喜你了 恭喜你了 好啦好啦 祝宗小婉恭喜啊 如蘇貫書件 連老公也是蘇貫 恭喜恭喜 早生櫃子 好結束 祝宗小婉 祝你早生櫃子 可惡是小寶寶啦 祝宗小婉 祝你新婚快樂喔 然後有慾愛和 永結同心 謝謝 祝宗小婉生雙胞胎好了 新婚快樂 新婚快樂 呃 中生櫃子 周小婉我要講的話 都被他們講完的 不過結完婚之後 還是要一起出來玩喔 周婉儀你是我們之中 相當聰明的一個女生 所以我相信你的未來 應該也會過得 給我們快樂很多 啊然後 看你去了很多地方玩 然後你跟我們都一見 欸你可以走了 啊謝謝謝謝 謝謝結束結束 欸本太 欸我是舅舅啦 欸 終於等了三十幾年齁 等到你結婚啊 我能不能來參加你的見證 就好像做夢一樣 真的很感動齁 欸 這個 我 我在之前 看過你幾次 啊 當然你小時候 我結婚的時候 那時候老 我也是三十六歲 到時候等來 那時候非常可愛 那印象非常深刻 再來就是 欸 那個 阿嬤 往生的時候 你還記得嗎 你來參加那個 丈母 高高的 還非常帥氣 看起來 哇 真的感動非常多 到 最近 還有你 今天的結婚 一路看過來 真的 真的 能夠陪伴你成長 就是 舅舅的榮幸 為你媽媽 爸爸感到高興 啊 這個 舅舅今天來參加婚禮 啊 也 祈求 這個 這個 阿彌陀佛 歡迎菩薩 啊 保佑你 啊 這個 結婚電影能夠順利 啊 將來能夠 找生跪節 啊 勇意愛和 拍拖協老 希望你好好加油 啊 還記得要 感謝 爸爸媽媽 今天 你有這樣的一個 漂亮的 太太 還有一個很 很夢幻的婚禮 啊 這個都是 除了你努力以外 還有你 父母親在背後的 一個 一個支持 啊 這個父母親 絕對不能忘記 啊 就在這個地方 還是 祝福你 萬事如意 啊 那個 兩位能夠 勇意愛和 愛多謝啦 謝謝你 陳醫師 幸福愉快 要幸福喔 呃 陳醫師 很高興看到你 取得一個美嬌鳥 那 希望你可以盡快 生一個 白白胖胖的寶寶 甚至一對 那 另外呢 也非常祝福你在 工作上 在照顧 那個病人上 呃 可以 呃 好像 要咬掉 就是 希望你可以 呃 就是 用更多 很好的藥物 可以照顧更多的病人 好 那在這裡 祝福你 謝謝 來 恭喜你啊 今天那個 新婚大吉 很容易 能夠來參加你的婚禮 希望你跟你的美嬌娘 能夠 在家庭上 健康上 事業上都非常的圓滿 祝福你們 可以白頭偕老 勇慾愛和 謝謝 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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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姪子 什麼 执子 直子 柔手 剝 遺址 上 也 coefficient estamos 超人 第集院 現在小晚 我們 現在是到正信話 時候了 就是今天參加你們 這樣 就是今天參加你的婚禮 然后一開始鍚到州 我們 帶著你進來 然後把你的手交給學長 就那時候是覺得心裡面有很多的感動 然後就是身為你討配的人 是真的真的很希望你可以 就是過得幸福也滿快樂的生活 就像這個童話故事裡面說的一樣 孟子被偷偷到每天都開開心去的 那也謝謝過去這麼多年來 就是你真的很照顧你 就是不管在工作上或者是生活上 就連籌備婚禮的事上面 也都給我很大的辦法 就心裡面真的就非常多的感謝 那今天就是跟妖然我來這裡 就是讓我們心意對你一定是很好的祝福 然後也希望接下來的日子 我們都成家立業了 然後還是可以一起當婚禪婚禾 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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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剛才阿玲說完了 我其實剛想了很多 那其實周小婚禮 其實從大一開始我們其實就是一個 就很好的朋友其實一直都有 其實一直都有像 跟健肥跟周公 其實我們這一群都很好 一直到現在 那...其實這一路上你很照顧大家 那有很多事情你都是會 就是染在身上做啊 像是當班戴啦 當一些很重要的幹部 那就是給我們這一群就是一些很... 一些很實質的幫忙啦 那其實大家都很... 就是都很佩服你的一些所作所為 那... 呃...其實這一路上... 呃...就是碰到一些挫折啦 一些...呃...一些困難 那其實你都能一一的克服 那...就是走到這一步 那...就是走到這一步 其實...呃...就是今天在這麼幸福的日子 其實真的要很...就是很恭喜你啊 那...呃...就是不管未來的日子 未來的日子如何 其實就是我們大家啦 還有天雅琳跟我是都會一直在... 站在你這邊 就是...希望你能夠永遠幸福快樂 嗯... 嗯... 一定要幸福 對...就把我們當成是你的娘家一樣 有什麼事都要來找我們喔 好...恭喜恭喜 謝謝 我是家...家裡 很高興今天可以來參加你的... 新婚典禮這樣子 那...我們同學這麼久了 那...一路上很感謝你... 跟田媽媽... 那...對我的照顧 那...今天能夠來參加聯婚禮 也祝你跟你太太... 百年好好喝 今天...也只知道... 相適合... 祝福你們 祝福你們 其實... 恭喜你... 每個人都... 進入一個美麗的... 很凌晨 謝謝你平常的照顧 謝謝... 恭喜... 彭太... 恭喜你... 祝你幸福愉快 早生貴子 欸...祝福彭太跟萬一 祝福啦... 幸福愉快 早生貴子 白東天喔 欸...彭太... 今天的婚禮很棒喔 有看到了嗎 這是...小寶寶 再來就是你們要加油的地方了喔 祝你們早生貴子 小朋友很可愛的喔 但是... 是來淘汰的 該來的還是會來的啊 在他講完了 上...謝謝... 祝你們... 祝你們... 祝你們快樂 掰掰 掰掰 祝福彭太跟萬一 今天... 一份快樂 然後... 你要點生一個... 像我們這樣子可愛的小寶寶喔 然後... 我們要一起... 帶個小孩子可以一起出來玩 欸... 你蓬太... 很高興... 你今天終於成家了 那... 祝你之後... 成家之後能夠... 婚禮能夠... 很幸福美滿 然後... 早生貴子 那也祝你事業能夠真正至上 那... 我們現在都在台中 所以有機會大家之後一起約出來 聊個天吧 對... 剛好有的... 阿孫的... 恩倫愛愛 霸餌浮合 阿嬤母... 英文... 健康平安 齁... 好的嗎 ... 啊... 阿公不可以這樣說啦 阿公你說... 阿公你說... 祝好... 晚年... 阿嬤母... 早生貴子 祝好... 晚年... 俺嬤母早生貴子 好... 早生貴子 早生貴子 這不是說什麼嗎? 我說話是婉姨 婉姨在家庭對峙啊 那個婉姨啊 我那個 從小看你長大啦 這次我從越南回來 參加你的婚禮我覺得 真的是非常的感動 希望你們能夠百年和好 真的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好好地把這個家庭 幸福美滿 謝謝 祝你們百年好和 早生會死 一定要幸福喔 哈囉 祝福你們新春快樂 然後結婚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希望你們能彼此相愛 彼此包容 彼此能滿耐 那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然後不要再 被子裡面偷放屁 因為偷放屁的時候很臭 我常這樣做 所以 我也不要 放臭屁 在被子裡面 好 那就祝福福你們的 早生會死 永遠愛合 掰掰 黃太祝你幸福喔 黃太祝你 黃太祝你 兩個夫妻 天天 連點屁股 有點合法 黃太祝你那個 愛做事 永遠愛活 好 黃太祝你 好 我們是那個 清水國小 第一屆辯論隊 成員 三個女生 我們是辯論隊成員 然後 我們那時候最好的成績 是拿下台中縣的第一名 第一名 台中縣第一名 然後我現在是優選的 其實呢 根本沒怎麼對你抱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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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還去打網球 網球累死了 只要是打網球 蠻常跑 他就是網球太難講了 他就是真的 他一直要演就 講重點祝福的話 對他就是 他就是不只是 他就是那種平均間有好決心 但是你知道很多決心就是 就是只會自己念出 就是考場得意 對 但是做人失敗 但是他完全不是這樣子 他就是會 很注意到很多朋友這樣 然後 是一個很貼心的 也是一個很有智慧的 對 對我相信他的能力 他的能力 我覺得他一定 可以解決出未來的問題 我覺得他應該會 啊換龍貫子好了 他是他閨蜜 換你啊 不管喔 你先 婚姻我覺得是個 得熱言是個承諾 然後 希望你們兩個能夠 相互支持 就不管未來 因為 路上會有風也有雨 可是我覺得 洗手一起往前走的話 沒有什麼是可以 是解決不了的 然後 要 有點像這樣 嗯 好 然後我 對我來說 那個 萬一我只有 就是三種形容詞可以形容 第一個是 阿姆妮 就是韓語的阿布 然後第二個是 阿姆妮 我愛你 然後第三個是 阿姆妮 阿姆妮 這個話 因為 嗯 他們以前從小 就常常來我們家 然後一起陪我看電視啊 然後 常常拉我去山上啊 然後騎腳踏車啊 然後我騎腳踏車跌倒了 他們還是強迫我一定要站起來 哈哈哈哈 我不想去海 海裡面 看海 然後後面也是要拉著我去 那邊挖螃蟹 哈哈 對 就整個踏到屋都流血了 然後就要站起來去練習 但是我覺得就是 就是雖然那時候 都經常覺得他們好煩喔 不過後來就覺得 就是有這群好朋友 真的超好的 就是覺得很幸福 但是還是很煩 然後感動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換來是講講話 交給另外一位定義老師 蛤 講個祝福的話吧 嗯 他是我先生 嗯 他跟周婉認識 認識 認識 定婚那一天開始 定婚啦 定婚那一天開始 四月 四月 他有在認識到我嗎 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快點快點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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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愛衝生 他其實是講我的眼光 哈哈哈哈 我想說他講還不錯 大哥我也懷疑 你跟周婉明他講 都想說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 對 我想說他對對不對 我想說是不是黃子 哈哈哈哈 好 那中正繼續 好OK 萬一謝謝你 謝謝你幫了我們 這麼多的忙 真的是一個很 貼心的人 嗯 然後 田先生 雖然我不認識你 但是我了解你 哈哈 你眼光 你的眼光太好了 好的 再玩就這樣 那個 那個 田本他要玩你那個 祝福你們那個 結婚 可以幸福快樂 這樣就 我老公 他講過最長的話 大概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 所以有這麼祝福 好啦換你了 好 這個也認識超久 對啊 我們都國小的同學 對 是小五小六的同學 遇到現在 這不然叫我正常 哈哈 還是很祝福 加油 嗯加油 都比個愛心好了 加油 來來來來 喂呀 哎呀你們好 那喂呀 老公 等一下 等一下 來來 我們應該要這樣 老公 他們都不用交了 我們要練習一下 好啦要幸福喔 嗯 嗯 我們認識超過 十五年了 也這樣快賣進二十年了 然後 我們的緣分是從 小五的辯論隊開始 然後 認識這麼久 我們只有同百年 就是 國燈就是 平的命一直在 念書 為了升學的壓力 每天就只是一直在念書 一直在念書 可是我們的情誼 其實一直到現在都是 一直都非常好的 然後 神經有太多 太多的魂 太多的魂 好 你還是酷一下 哎唷 嗯 我跟懷疑呢 就是 我們 他是 他是 他是從畢業國小轉過來的 然後 我們小五小六的時候 同班 那時候我們兩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變得很要好 對 然後 就還蠻 因為他 他其實算成績很好 然後 也很會做的 但他其實很不會收東西 所以他不能在管 對 然後我都很喜歡考慮他家 幫他收東西 老片子 然後他 然後他 國中 我們就沒有跟他們一起 沒有在清水 就跑去殺 可是高中的時候 我們有一起 是同一個高中 還同一間宿舍 同一個社團 嗯 我覺得高中的我很幼稚 對 然後 他卻都知道他自己要什麼 然後他也很包容我 對 我們同一個社團 但我都 就是 好 我不想要負責任 我也那時候都會說 我不想要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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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想起來 天啊 我怎麼會講這種 這種擺案的話 然後他呢 就是一肩扛起 所有社團該做的事情 然後 後來 高中畢業大家也就是各自過了 然後我覺得 後來我覺得冠姿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人 他也都 他也都 他會去負責串齊服務 大家就是 就是 就都回老了 就是 冠姿都會扶負去 因為大家說 誒要不要出來吃飯啊 要不要來聚聚啊 就是 吳冠姿是一個很高興的 然後串齊服務 就是我們這麼多年的青年 就是 中間他可能會淡點 但其實有一個默默在提醒我們 我們最近有一段 對 有一段正好的回憶 對 然後 婉姨的 婉姨其實是一個很優秀的人 那他的感情就是 有時候也是齊齊夫婦的 然後今天就是 我看到他就是 穿在這個漂亮 然後 他很用心的就是 做了這麼多事情 他其實對我 我自己的問題 他也是從頭 我們忙到晚的 然後我真的覺得 然後我真的覺得 對 我覺得就是 你知道我剛剛那個李金台啊 看到他要進場的時候 就真的很想哭 就是 完生不一樣的一刻 真的要開始了 對 我們從學生時代 然後 現在要 不如工作 然後接下來要邁入家庭 對 覺得很不容易 就是 就是 這影公司真的是很神奇 對 就是 同班同學這麼多個 就是 欸為什麼還可以幾個人 可以湊在一起 對 然後 未來的生活 我覺得一定也會很辛苦 對 我覺得 會很辛苦 但我真的覺得他 我覺得 懷疑一定 就是 會有 就是一定會有你的 智慧跟能力 把它處理完 那如果 你心情更好的話 我們都在這兒 對 我們都在這兒 對 就是 你就是 一通電話 或是 在LINE上面 進行一個發洩的情緒 然後 對 我覺得就是 遇到了 我們就把它解決 遇到了什麼事情 就把它解決 然後 我們就會長大 就會更 成長 雖然說我覺得 你應該已經蠻長大了 對 像我們都比較幼稚人 就需要長大 對 我覺得 經歷過 我們班好不容易才剛畢業 我才經歷過謝實驗跟畢業別人 其實我覺得就是 就是小朋友離開跟譬如說晚穎差價而已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我比較 變得比較不太一樣 就是我覺得 我相信 你們都一直都在我身邊 就像是我孩子 就常常說 打電話給我 那我覺得晚穎 我相信 他會過得 非常的好 那結婚一定是個過程 可是我覺得 很替他開心 很替晚穎開心 因為 就是 你終於找到一個 這麼好的一個男生 然後我覺得 TOMO PAD真的很適合他 不管在藝術啊 還是在什麼 任何 就是生活方面 就是都很 就是都跟晚穎配合得非常好 我覺得這是人生霸女 我覺得太棒了 我覺得人生 就一定要經歷過這一途 所以我覺得 非常非常的替晚穎開心 當然我們感傷是覺得 慘了 他以後要當媽媽了 以後就是可能 沒有那麼多時間來就是 陪我們那種拉勒啊 對不對 就是或是說照顧我們 但是 非常替他開心 就是 他有個這麼好的 這麼好的一個 新的家庭 新的開始 然後 因為田萌太加入 我覺得 以後我們大家 看到的是 一定也會更 有更寡 我覺得 我們這些好朋友 一定都會越來越好 我們大家 會是一個 Big Family 我覺得 讚 嗯 要幸福 難得 就這樣 枝端清場 雖然是講話 就是 沒有講的你都懂 然後 真的希望你永遠幸福 要好好感情 嗯 來很多事情 我們應該越越好 單主來一關 好啦 你知道 半娘 吃一個 雙魚座 典型雙魚座 但是 真的 他的千言萬人 靜在 都在眼淚中 靜在眼中 我覺得 不敢 嗯 好啦 加油 還有 今天超好吃的 練習超好吃的 你沒吃到嗎 你都沒吃到 我那時候我也都沒吃到 好啦 好啦 掰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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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認真 哇 輪